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剪一个 大叔长着一个啤酒肚子 但是天生力大无穷 做出来的药水,反正只要喝一口 就能立马开挂的故事 话说从前也这么个神奇的小村庄 全世界都在打仗 唯独这个村庄没有敌人敢入侵 原因嘛,就是因为这个村庄都不是普通人 他们知道制作一种魔法药水 凡人只要喝上一口 那就会天神附体,无所不能 男主大力神,天神就是一个水桶妖 但是他却天生神力 一人就能摧毁一个军队 这天一群牛头人海盗正在海上溜达 正准备要打劫的时候 却悲剧的发现 他们遇到了凯撒的军队 这下就被坑了 一票的小海盗都被碾压 海盗哥家当一下全没了 凯撒大军一路碾压 来到了英格兰边界 想要踏平英格兰 英格兰女王看到大军压境 只能拍帽子哥去请教大力神的帮助 帽子哥刚见到大力神 握下手就差点骨架子散架 大力神也答应帮助女王对抗卡撒大帝 临走时 大力神很是不舍的和二哈道歉 告诉他船上没有了座位 只能留在家里了 二哈很是伤心的 看着主人离开自己 他们准备带着魔法药水 去救助英格兰 刚准备出海 就碰到一个查岗的罗马小兵 帽子哥传了一口药水之后 立马就天神下凡了 这罗马小兵还没搞清楚 什么个情况就个屁了 四人扛着药水 一路翻山越里 终于来到了英格兰的土地 正准备去酒吧喝口白酒 却发现这里全部是罗马士兵 四人有模有样的装成罗马人 可大力神在吃肉的时候 讲话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阿斯克赶紧喝下药水 一酒吧的罗马士兵 那瞬间就都被拘了 凯撒得知英格兰有大力神帮助 也想去找不知恐惧的牛头帮帮忙 咱们看看这出场的架势 他们生活在极北之地 天神不知道什么叫恐惧 为了找到恐惧的感觉 从娃娃起就被恐吓 长大 还被冰冻 可怎么折腾 就是找不到恐惧的感觉 听说大力神很恐怖 他们决定去见见大力神 这边大力神扛着药水 拿到了英格兰 小卷毛还看上了帽子哥的未婚妻 天真的帽子哥 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被绿了 而大力神则看上了黑神 安诺之后 大力神搬了一块 自己认为很好看的石头 当礼物 结果黑一神直接被吓坏了 凯撒拍出小兵 偷取魔法药水 但是由于酒桶太多 只能拍士兵逐个尝试 终于有个士兵 喝到了真正的药水 立马开始天神下凡 这货想独吞药水 用药水的威力 交一票的罗马士兵给击飞 大力神回来 见到自己的药水 被喝了 一巴掌就伤飞了罗马小兵 还好药水损失不多 走的时候 一个罗马小兵居然嘲笑大力神吃胖子 头可断 血可流 不准说我胖 大力神二话不说 就干掉了剩下的小兵 这边想卷毛 想给帽子哥 带绿帽子 刚好遇到了登陆的牛头帮 牛头帮见到小卷毛 这么怕自己 想抓着小卷毛 告诉他们什么叫恐惧 小漂亮 则被另一个牛头人抓走了 老大听说 恐惧会像感冒一样被传染 于是纷纷亲吻小卷毛 可他们还是不知道恐惧是什么 这个抓着小漂亮的牛头人 被小漂亮反杀 给抓了起来 黑一神各种教师他们 怎么做文明人 结果牛头人成功被驯化 他们想偷偷放走牛头人 然后跟着他 找到其他牛头人 救回小卷毛 哪知道牛头人 根本不想回去 自己关上门 又绑着自己 牛头人被赶回去之后 完全变成了一个 喜欢鲜花的娘泡 其他牛头人 看到同伴 被黑一神洗脑了 看着黑一神过来 都开始害怕黑一神了 冒着冷汗 还一边颤抖 这下他们终于知道 什么叫恐惧了 一个个高兴的 开始放飞自我 最后都掉到了海里 打扮牛头人之后 大力神和黑一神 也成了好朋友 没事 还打个球什么的 最后女王和凯撒商量 还是以打球 来决定战争的胜负 一开始英格兰球队 被吊打 但是别忘了 大力神可是带来的药水 小飞柴喝了药水之后 立马开启了 分身战斗能力 而且两只脚 还可以当马达飞 比赛很快就赢了 回家的时候 药水被凯撒小兵 给毁掉 凯撒不讲信用 决定用军队 摧毁英格兰 而大力神只能带着同伴 重新配制药水 帮助这些小兵 其实这药水 就是普通的茶水 小兵们喝了药水之后 都以为自己是大力神 凯撒小兵 害怕被击飞 还没开打 就愧不成军了 凯撒在一边 可是急傻的眼 武装部队 居然被农民给收拾了 凯撒很快就发现 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神力 小兵们这才知道 自己被骗了 重新组队 就要灭了英格兰 就在这时 大力神散步回家了 一个人撂翻几万人 那就和玩一样 顺手便救下了英格兰 凯撒的小兵们 在车队的时候 都一个一个跳海咯屁了 故事最后呢 大力神获得女王的加强 最重要的是 他们终于得到了黑神的芳心 就在两人要握手的时候 大力神雷神附体 这就是被电的感觉吗 一部超级搞笑的奇幻定 看过这个动画片的小伙伴 估计都暴露年龄了 每天一部小兵 欢迎大家关注 西瓜肯定 本次作品单员 奇幻定 高卢英雄拯救英格兰